在长征路上就是草地啊雪山下都这么走过过来了 不过反正肚子里面他说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当时肚子里面出老草就是草 就是这样 但是没有一个人得退长 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 我父亲叫杨诗寿 他是一个老公军是红室方面的 他已经去世四年了 当我们懂事的时候 我父亲呢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他的一些事情 蒼征的事情 讲的比较多 他们兄弟有五兄妹 奶奶走得早就靠爷爷一个人杀猪 供养那个吃不起饭 住了那个茅棚 后来呢到了33年以后 红室方面军到了那个八中 据他自己讲他可能就十五六岁 就跟着那些孩子加入那个同志团 跟着什么站岗啊放哨啊训练啊 他经常呢就到那个红军筑地去玩 就看着那个人家那边红军煮饭啊 煮好以后就看着那孩子就给他吃 哎呀他就觉得挺好的啊 不对挺好的 到后来的红军要走了要撤离了 他就悄悄地就跟着跟着走了 走到后来就被那个发现了 就问他他在讲 当时他就觉得是跟着红军有饭吃 有衣串 所以当时走得比较远 那就没有把他送回去了 就说好吧那你就跟着我们走吧 就把他带走了 过草地的时候他觉得开始还很新鲜 他说我们那个地方都是丘陵地的 没有水没有草地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粮食 到后来呢越去越艰难 那个草地一望无际看个边 那个人呢都是顺着前面把路踩好了以后 后面的人跟着走 有的时候稍微不注意的时候 能就下去了 这上面就拽呀拽呀怎么也拽不出来 他说他看过在草地里面 有两只手蹭出来的 没有头了只有手 还有帽子 还有他的行李 调到外面的 他们当时还是有点害怕 老的同志就给他讲 就这样的 哎呀他说那个从草地出来以后 又到那个甲晋山 哎呀那冷得不得了 那穿得又很单薄 从草地出来本来就吃不饱 穿不暖的 人都很劳累的啊 又马上又要开始过雪山 他说那个雪山呢他很深 那雪山一下去就半人生 腿都迈不动 那个马呀一陷下去就在马肚子下 那个风也大飘着雪 开始呢在三脚下半身腰的时候 都是老的同志拉着他们走 到了山顶上风更大了更凉了 有很多人因为那个饥寒交迫吧 根本受不了了 我就当成就站下去 完了 没了 我爸呢他说他后来到了山尖上的时候 风特别大站着站不稳 就叫他把那个马尾巴拽着 他说我就拽着马尾巴 跟着马一步一步过到那个雪山街 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啊 他们的红军战士 包括他自己都没有想放弃 都还是跟着红军走 走到那个藏区和那个遗族那个地方的时候 遗族和藏区那些人都还对他们挺好的 因为他们的纪律很严密 对老百姓也很好 然后那里边的少数民族对他们也好奇 也好奇 然后有良给他们 当然吃的就是去拿那个青银面 粘巴 还有那个蕎麦 他说还有蕎麦 用那个大锅 铸铁那个生铁锅 倒鱼大桶水 放一点那个蕎麦面 然后就嚼嚼嚼 然后再派人出去 摘点野菜 有的是没有野菜 就只有有点什么草根啊能吃的东西吧 就摘点野菜 一大框倒进去 就是怎么搅搅搅搅后 青汤亲水的 一个人喝一碗 当时给他们讲的就是 胜利就在前面 大家心里面充满了希望 就这种心念 就跟着走 在长城路上就是 草地啊 雪山下 都这么过过来了 我们当时肚子里面 出了草就是草 但是没有一个人打退堂 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 都是跟着走 一直经过了两次草地 两次雪山 就往前嘛 不停地往前 上海林会市以后 他就好了 挪鼓悬天了 欢迎洪世军 那天还会餐了吃肉 当地老百姓了 三百年前老百姓了 在个在五 打着腰股 有着腰股 欢迎他们 他们感觉到了 到了自己的那个 好像那个 解放那个社会一样的 那些人都 老百姓都跟部队的人一样 高高兴兴的 感觉到很不错了 过去以后呢 他就读抗大了 当时他呢 也选上去 去抗大学习 提高文化 因为他没有文化 他就在抗大学了 学了一年多 在抗大的时候 因为抗大那个 不是要风衣注食吗 没有吃的 加上那个国民党军队 围剿那周围 基本上吃的 就要自己攻击 毛泽平的那个时候 他就组织所有的部队 自己种粮食 自己仿现 我爸呢 他当时 他说他能访线 能访线 还有到山上去种地 种的都是土豆 都是土豆 还有很少的 这样一点麦子 基本上都是土豆 然后自己种自己吃 这样的 白天读书 晚上就访线 访线线 然后他们还学织毛衣 自己给自己织毛衣 毛袜子 毛衣 毛裤 当时他是中央领导都知道 当时很多 他们看到中央领导 都在拿到 毛钱在那儿 就是他们都 全部 从上到下 都自己 都自己动手 自己给自己 锋利足食 这样来 保存这个革命力量 能够 把它坚持下去 所以说我们到现在 我现在 慢慢想起我父亲 很多东西 确实觉得 我觉得 很多感人的 也确实值得 我们后辈人 把它继承 发扬 发扬下去 我能够理解 他们这一代人的信仰 能够理解 他们这一代人 追求的是什么 那么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后人来讲 我们只有发扬光荡 包括我有时候 给我儿子都说 我说你外公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的传家宝 我们得讲下去 我们得讲下去 虽然你们觉得不整地 我们八十年的 八零的 八年后的 但是应该把它记住 有的时候我们还给他看一看那些东西 有时候给他讲一讲 你外公曾经讲过什么事情 他们怎么做的 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然他们有时候不太理解 我们 我们有些做法 我说这些做法就是你外公传给我们的 就得这么做 穿衣服 这个人了吧 换新的吧 用不着了 我们觉得这个还可以穿 你那个穿的 追求那个东西多得多 你再比较一下 还有很多吃不饱的穿 我们把问题没有解决的 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讲 能够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奉献